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在这一集我们看一看两道有关整形的这个说法面试题 一道题涉及到的是一个数数的判断 第二道题呢是涉及到两个曲形相交的判断 以及他们相交之后做一定的这个集合的运算 那么他们这两道题呢 由于在面试中出现的概率比较大 虽然他们的难度不大 但是要在45分钟或一个小时内 能够处理得当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先看一看第一道题 题目一是一个数数的判定 也就是给定一个总数n 返回一到n之间的数数 题目二是给定两个二维平面上的曲形 判断曲形是否相交 如果相交的话返回他们的交集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题 要返回一到n间的数数 做法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他们在理论上的实践复杂度有所区别 同时实践效果也有很大的差异 有一些方法在实际运用中耗时很长 有一些方法则需要消耗内存空间 因此我们在面试的时候设计算法时 对相关限制条件的考虑和取舍 能够很好地反映候选人的理论水平和工程能力 那么对于求数数的话 我们先考虑最简单的做法 也就是用暴率枚举法 我们从1到n进行辨例 对处于1到n中的每一个数k 判断k是否是数数 如果k是数数的话 则将k加入到一个数数的集合 因此接下来的重点 就是如何判断k是否是一个数数 根据定义呢 数数只能被1和它本身整除 所以判断k是否是数数 只要看每一个比k小的数 能够整除k即可 如果有一个比k小的数 能够整除k的话 那么k就不是数数了 因此我们判断k是否是数数的话 就做一个比较机械的一个判断方法 就是拿到k之后 我们从2一直到k 找所有2到k之间小语k 所有小语k的数 然后用k对这个数求余 如果求余得到0的话 那就表明 某一个小语k的整数 能够整除这个k 因此k就不是数数 那么把所有的这样的k 把1到n中所有的每一个整数k 都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数数判断 最后得到的结果 就是这个数数的集合了 大家可以看在这里面 我们输入的是一个整形n 然后把这个从1到n 做一个循环 把每1到n中的每一个数 放入到这个is prime 这个函数中进行去判断 在is prime中 又再做一个循环 找一个从这个2到k减1之间的整数 每一个整数都与这个k做求一操作 如果最终结果是0的话 那就表明有这个小语k的整数 能够整除这个k 因此k就不是数数 这样的话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就有两个循环 一个是这里面的外层循环 是从1到kn 那里面呢 又有一个内层循环 是由1到k 那么当这个n的值很大的时候 那么两套 两个循环间套得到的这个算法复杂度 就是将近就是on的平方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n很大的话 我们这个做法的这个时间效率就比较低 但是它是一种可行的做法 也是比较容易想到的做法 那么上面这种做法呢 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改进的点呢 就在于对一个数数 一个数是否是数数的判断 原来我们认为一个数如果是数数的话 那么就要走所有比他比这个数要小的数 然后分别去给我们的目标数做除法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我们要便利把所有比这个 比所有要找到所有比k小的数 去进行一次整除 那么这样做下来确实是比较耗时的 那么这一步的改进的话 我们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如果要换断一个数是否是数数 那么我们看一看 一个数如果不是数数的话 它具备什么样的性质 那么如果一个数不是数数的话 那么它能分解成一系列小语 它的数数的成绩 例如8能够分解成的是2重于2重于2 26就可以分解成2重于13 那么由此 这样子做 这样子说下来的话 要判断一个数是否是数数 只要看小语这个数的所有数数中 是否能够存在某一个数数 能整除它就可以了 这样的改进的话 时间效率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 特别是随着k越来越大 效果就会越来越明显 因为小语k的数数的个数 要远远小于k 例如我们小语10的数数 有12357是5个 但是小语50的数数 就会降为只有18个 那么小语100的数数 那么就降的就更快了 由此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根据上面的想法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 一个数是否是数数的判定 进入修改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在这个一个数数的数数中 放入头三个数 因为123我们是知道是肯定是数数的 那么对任意的这个大于3的这个整数 我们从这个数数里面分别 把每一个元素都拿出来 然后去整除这个k 如果这个error中 某一个值能够整除k的话 那k就不是数数 那么如果我们试骗了这个primer error 这个数数中的所有元素 都不能整除这个k的话 那么k就是数数的 k是数数的话 再把这个k加入到这个数数数组中 大家看一下 这一步就是把这个数数数组中的元素 全部拿出来 然后分别对这个k做一个整除运算 如果求余之后得0的话 那表明k就不是数数 如果整除没有一个元素 在这个数数中能够整除k的话 那么k就是数数 同时把这个k加入到这个数数的数数来 那么前面那么前面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判断一个数是否是数数 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改进 大家如果用笔子 用指在超高值演算一下 可以发现随着这个n的值越大 里面少于n的这个数数 它的这个数数的个数会降得越来越少 而且这个数量的下降是非常快的 因此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做这个整除运算的这个次数 或许这n的值越大的话 这里面这个循环相对于n来说 这个就会越来越小 那么这种做法呢 对上一种做法又是一个本质的改进 OK 这是一种第二种改进方法 那么上面的方法还能不能再改进呢 其实是可以的 那么对于任意整数 只要该整数不能被小于它的数数整除 那么它就是数数 这是我们这里面说过的 例如9能够被3整除 所以9不是数数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 如果我们是法其道而行之 我们拿到一个数数 把该数数的倍数对应的数都删除掉 例如我们先取到的数数是2 然后我们删除所有2的倍数 那么接着取到第二个数数是3 然后删除所有3的倍数 那么反复这么进行 直到没有 直到所有该删除的数 直到没有可删除的数为止 这样的话 那么所有的非数数就被我们删除了 留下的数就只有是数数了 这个方法叫做消去法 我们从具体例子来先看一看 一开始呢我们会分配一个这个数数 这个数数有n个元素 那么首先呢把这个所有这个数数呢 它是一个不可行数数 我们把不可行的这个数数全部设置为处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我们在这里面描述的这个算法了 那么从2开始呢 从2开始 然后查一下在这个数数 在这个数数中 如果某一个数是数数的话 那么在这个数数中对应下标的元素返回来就是处 那么可以看到2的话 一开始从2开始的话 这个primes这个数数返回是处的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这个循环中 就会把所有是2的倍数的数全部给删除掉 删除掉就是把它这些数对应的在 把这个数 把这个2的倍数在这个数数中对应的这个位置设置成false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2的倍数给消除掉了 那么消除掉2了之后 在这里面自加 然后就会得到了43 然后在这个循环里面再把3所有的倍数给删除掉 那么下一个呢 这个prime i等于等于处的时候 必须是5 只有5的时候这个prime 这个prime是5才会等于处 然后再跑到这个循环里面 这里面来再把这个5的这个倍数给删除掉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对第二种办法的一个逆办法 就是我们先拿到数数 把所有数数的倍数都删除掉 那么直到没有数可删除了之后 我们得到了剩下的数就是只能是数数了 那么这是一种办法 那么执行上面的这个代码之后呢 对于任意一个处于1到n中的数k 如果prime是k等于处的话 那么k一定就是一个数数 在代码的第二个for循环里 p的取值就只会是2357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呢 这个p的取值会一直是保持一个数数的形态 OK大家可以一会 大家可以自己实现试一试 一会我在代码调试中也会给大家展示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 实际上呢是对它的效率又是对第二种方法的改进 第二种方法呢 当商除一个数数时要辨列所有比该数小的数数 然后一次做出法应算 我们第三种办法呢就无需要做这种循环辨列了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效率对于第二种办法呢 又是一种提高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 它思路比较巧妙 有点独技Junk性的作用 所以能够打动面试官的 是显然是第三种方法 当然唯一的缺陷是第三种方法 在这里面需要分配一个数数空间 如果当n很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分配的空间就比较大 当然这是一个缺陷 OK这是这个数数判断的这个方法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然后加深理解 由于数数的判断在这个面试的题目中 出现的几率也比较大 所以大家在这里面要多加小心 OK接下来我们看的是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 判断的是一个两个曲型的相交 那么这道题在算法面试中 出现的频率也是相当高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具体的题目 在一个二维平面中 如果一个曲型 它的长与x坐标轴平行 它的高与y轴平行 那么我们就称 矩形是坐标轴对齐的 这样的矩形在数据结构上 我们用它的左下角坐标xy来表示 以及它的宽y和高配来表示 宽就是w 高就是h 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我们给定两个 坐标轴对齐的曲型 判断它们是否相交 如果相交的话 给出它们相交所形成的这个曲型 那么这道题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 然后自己用笔和纸试一试 这道题在这个设法面试中出现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 大家要注意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先根据题目设计曲型的数据结构如下 首先是一个retangle 是一个曲型的数据结构 S和Y表示的就是这个矩形的左下角 这个wh呢就是分别是宽和高 那么假设两个矩形为R和S 根据小样本的实力检测法 大家可以随意画几个 在图形上画若干个这个以这个坐标轴平行的这个矩形 看一看它们相交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的 大家如果试一试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看 通过若干次尝试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两个曲型 第一个曲型R 它的左下标是RX和RY 那么它的宽和高分别用RW和RH表示 第二个曲型我们标记为S 用这个它的左下角坐标用SX和SY表示 用SW和SY表示它的宽和高 那么它们这两个R和S相交的时候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满足的是RX和RX加RW 这一个区间和SX和SX和SX加SW 这两个区间相交的时候 它们这两个曲型就可以满足了 那么给大家画起来看一下 如果在这里面我们画一下的话是这样子 假设这一条线是在这里面是RX 那么这里面一直到这边是RX加上RW 那么如果另一个相交的时候 那么如果另一个在 如果S的这个区间 如果S对应的这个区间 大家看一下这个H区间 如果跟这个区间不相交 我们看一下会什么情况 那么如果是XX在这 然后这里面是SX加上SW 大家看到如果他们这两条底边是这种情况的话 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表明 那么他们肯定就不相交了 大家看到没有 因为我的高 我的高是跟这个Y轴平行的 所以这个高 所以他们两个曲型的高 肯定都是平行的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RX加RX加RW和SX和SX加SW 这两个区间不相交的话 那么这两个曲型肯定就不会相交了 大家看到吗 就这种情况 比如说这里是SH 这里是S曲型的高 是这样的话 大家看到吗 如果曲型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他们肯定是不相交 那么如果是首先是RX和RX加RW是这个区间 那么SX和SX加SW是在这个区间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这两个曲型是肯定不相交的 所以他们两个相交的话 那必须是这个区间和这个区间要相互重合 它才有相交的可能 OK 大家看到这个图画给大家看 那么另外第二个条件 就是如果他们的这个RX和另外另外如果说这个RY和RY加上RH 以这个SY和SY加上SH这两个区间如果也不相交的话 这个区间如果不相交的话 那么这两个曲型也就不相交了 因此他们两个曲型要相交的情况就必须要满足这种这两个这两个集合 这两个集合和这两个集合都必须要有交集的情况之下 我们两个曲型才有可能相交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判断这个曲型相交的这个结论 就是在这里面第一个判断呢 就是要保证这两个区间要保证这两个区间相交 那么第二个判断呢 第二个判断呢 就要保证这个保证这两个曲型 这两个边界相交 只有这两组只有这两个集合都相交的时候 这个曲型才有相交的可能 OK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这样的判断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如果两个曲型相交的话 他们啊 那么我们就要画出两个相 我们看看两个这个怎么得到这个两个曲型相交之后 他们交集所形成的这个曲型 当然把这个图画起来看一下 自己画图试一试 如果观察一下就不难够发现 不难发现他们交集形成的部分的曲型如下 那么左下角的x坐标呢 是这个rx和sx最大的那一个 也就是说两个曲型左下角坐标中 这个x是最大的一个 那么左下角的y坐标呢 是这个他们两个曲型左下角y坐标中最大的一个 那么他们曲型的宽呢 就是这个左边的曲型的宽和这个r曲型的宽 和这个s曲型的宽的这个最小的再减去 两个的这两个中最小的一个再减掉这个x这个r曲型和s曲型的这个左下标中 这个是较大的一个 那么高呢 我们可以这么运算 大家在这里面呢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用纸和笔去画一下 看一下两个曲型相交的时候 他们是否满足这个这种情况 这道题一个难点其实就在这里面 就是要去判断两个曲型相交的话 如何得到这个两个曲型交集所形成的这个交集所形成的这个曲型 这道题的难点在当 特别是在面试的时候 大家有可能容易得到这一部分 但是后面这一部分 大家在压力之下呢 那么思维上容易 如果思维上有点紧张的话 那么这一步可能就不大容易总结出来了 那么要想得到这一步的话 大家实际上只需要再用纸和笔通过一些小样本实力检测一下 那么就也容易得到这个结论 但是由于在压力之下的话 那么能够快速的得到这一部分结论 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没有我没有去 我只把这个结论直接告诉给了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去用纸和笔去试一下 去尝试一下 看能不能得到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跟我这里是一致的 OK 这个可以比如说这一作业可以大家去尝试一下 那么这道题呢 难度不大 但是由于呢 根据我的经验 这两个曲型相交的这个算法题啊 经常在这个面试面试中出现 所以我专门把它拿了出来 给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那么大家一定要 带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里面 把这道题的解法给理解了 一旦在面试中遇到的话 那么处理起来就比较游乐有余 OK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代码 注意看这个具体的代码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做我做的是这个 寻找数数的这一个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用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数数消去法 我们首先呢 先用一个这个N个元素的这个数数的数数 然后在这里面呢 用一个for循环 然后得到每一个数数 把每一个数数 数数对应的这个倍数 所对应的这个值 在这个prime中都设置成false 那么设置完了之后 我们再便利一下这个数数 把这个数数为处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数给打印出来 那么打印出来的数就是这个数数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要查到的是一到一百之间的数数 我们看一下结果怎么样 OK大家看到 在这里面呢 通过数数消去法的话 我们很容易就得到这个 一到一百之间的数数 那么其他的数呢 都是这些数数的倍数 都被我们在用这个数数 用这个数数的倍数消去法给消除了 所以在这个prime数数中 剩下的这些数就只能是数数 OK这是我们程序编译之后运行的结果 OK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节课所描述的两道题 其实这个难度不算很大 但是呢 由于他们在这个算法面试中经常出现 特别是第二道求两个曲型相交 由于这道题呢 他这个做起来所需要的代码不多 同时也有一定的这个逻辑思考上的一定的复杂度 特别适于在这个一个小时 45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 做一个算法面试 用来检测候选人的工程和思维能力 所以出现的概率是很大的 那对第二道这个曲型相交 这道题一定要多加容易 OK谢谢大家来到Cody的声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